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这个平台上我相信的合作会越来越愉快 也能够把更多的正能量传递到社会 这是我们两个双方愿意合作的一个基础 当然也希望各位来宾以及未来所有的参与者 更多的加入到这个平台 贡献自己的力量 谢谢 《风之凯》这个儿童艺术教育中心的成立 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 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个《风之凯》先生呢 他的一生可以这么说吧 他是一个大的艺术家 也是一个文学家 从最根本的 他是一个教育家 所以他的艺术教育的贡献是很大的 那么他的艺术教育的重点呢 往往他是集中在这个儿童 所以这个儿童的艺术教育 是这个《风之凯》先生很重要的一个关注点 那么我觉得《风之凯》先生的儿童艺术教育的一种理念呢 可以不断地扩大 不只在香港 也可以到全中国 非常高兴这个道尔顿学校能够跟《风之凯》基金会 能够这样的合作 《真善美》是基金会追求的 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 那么《真善美》的这个思想 能够影响我们道尔顿的学生 能够为学校下一步 学生的得育 治育 还有这个方方面文化素的提升 创造一个很好的条件 那么我作为一个校董非常 基金会的一个董事 非常非常的开心 我们香港道尔顿学校 是一所以儿童为中心的双语学校 建基于深厚的中国文化和传统底蕴 在我们创校和办校的过程中 我们始终如一地将教育 植根于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 力求让我们的学生 有机会将中国文化的种子 洒波在他们的心灵深处 那在不远的将来 我们除了在道尔顿学校 要开办不同主题的 丰子凯先生作品展览之外 还将举办面向 全港青少年的一些研讨会 包括国际绘画比赛 周末课堂等等等等 这一系列的文化活动 推动丰子凯艺术和优秀中国文化 在香港的繁荣和发展 贡献我们的力量 现在我们进入今晚活动的第二项议程 请宋宇博士和杜立娟博士上台 正式就双方建立长期伙伴关系 签订合约 有请二位博士上台 一 二 三 五 三 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